新闻说 那个凭空冒出来的我爸的儿子 小周总 是江管家央休董事长 把他儿子送进公司来学习一下 没想到这小子胆子那么大 居然敢冒充您 要不要我先 先等等 我倒要看看 他想说什么 那死了 还说冒充姓中那小子会被发现 套个阳明不就好啊 等我捞点钱就 林小棠 你居然敢瞧不起我 张主管 你把林小棠叫进来 好的 你稍等 进 小棠 你来了 你找我什么事 别这么生分 我现在是董事长的儿子 整家公司都是我家的 你难道不想和我拥有 这么多财富吗 盛君 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可是有很多女生追我 不是很正常吗 我真正喜欢的只有你一个 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林小棠 你想想以前我们多幸福啊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别敬酒 不吃吃罚酒 少在我这用美人计啊 不好好工作 一天想什么呢 您怎么了 林小棠 向我释放信号 这我能看上他吗 小周总 不是说先等等看 他在公司做什么吗 陷害小棠 我忍不了 张主管 你就是拼用这种 私得败坏的员工 来我爸公司上班吗 不是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现在让你 立马开除他 并且在行业内 永久封杀 林小棠 你有什么资格 开除我们公司的人 林小棠 就个小子来救你了 周年 你出去 张主管 我你不认识了 董事长身边的金秘书 算你还有点记性 那我告诉你 这位 才是董事长的亲儿子 豪城集团的继承人周林 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我 我才是Miles 我才是董事长的儿子 一个管家的儿子 也敢冒充董事长的儿子 走着瞧啊 我回去让我爸收拾你 这段时间 在公司就占了血肠 捞得不想好处 就是不知道 这数额过快 直接报警了 你不会也是假的吧 你明明每天 都在那吃泡面 我还以为 以为我什么 以为你把钱 全给家里了 自己在吃土 小时候啊 家里管得严 不让我吃泡面 我就寻思 想她之后 补一口吧 别怕 你之前说 对董事长儿子感兴趣 这话真的假的 那我还得再想想了 我还得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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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